一看到妈妈脱困 女儿立刻冲上前 母女相拥而泣 地震发生后 金银酒店的员工和游客等多人 被困在酒渠洞隧道 胆战心惊的过了两个晚上 特索队原本研判 这酒人没有立即危险 但由于山区天气不佳 担心变成孤岛 19名搜救精英组成快工队 冒着落石和余震危险 步行挺进 只见沿途大小石块不断掉落 路上都被厚厚沙土覆盖 崎岖难行 而且扬起的沙尘 让人连路都看不清楚 即使环境恶劣 快工队员仍背着重装 奋力奔跑 绕过重重障碍 才终于挺进酒渠洞隧道 干净替胃骨折的民众包扎 眼睛用说 这个是蛮小的 这个就这个吧 这个也猜 我们要出去了 小赖哥 你能背吗 可以啊 平路的地方睡着 没有背 男子因为受伤无法行走 特色队员还轮流将他背出 另外8人也步行出落石区后 走了3.5公里 才到达车辆接驳点 持续中文还是有不断的落石 所以就是在行走的部分 就是有一定的风险 救援路上现象还生 受困九曲东隧道的民众 终于在快攻队拼尽全力之下 全数脱困 明星新闻 吕庄宇 叶淳豪 赵永博 花联报道